欲罢 第47集 他告诉我 此时万万做不得 一旦坐下了 心里的惰性以及运动疲劳会像潮水一般袭来 控制你的身体 让你一步也走不动 我扶着墙站好 笑了笑 没事 走吧 阮气军从我的手中接过铁锹 又把我的水壶和自救气给他 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我说 没事 我能行 不知道过了多久 前方终于出现了自然光 坑口快到了 经过最后的冲刺 我终于和全组人一起回到了阳光灿烂的地面上 大家呢 其实都在等我 因为按照规定 必须同时出来 同时回去 我的腿直打哆嗦 膝盖一软 噗通的一声 跪倒在地上 引来了哄堂的大笑 阮气军呢 边笑边打去说 过年还早着呢 这就拜年了 不过 你还真有四两的硬骨头 头回下坑就自己爬上来 咱们组里边你是第一个 不错啊 工具矿灯收起以后 老胡他们进调度楼交任务去了 过了一会儿 一个衣冠整齐的预证科的做班饭从调度楼里边走了出来 手里边拎着一搓料袋的吃的 远远的吆喝一声 说 便宜你们这帮贪吃鬼了 今天赏你们吃烧饼 说吧 生怕我们脏兮兮的黑手 玷污了他 远远的将一缩了袋的烧饼 扔在了地上 自顾自的走了 阮气军告诉我 这烧饼是班中餐 一般呢 是馒头和咸菜 运气好的时候 比如说就像今天 可以吃上芝麻烧饼 按规定 班中餐应该是送到工作面上的 可是做班饭那是金枝玉叶 不可能为了一群出大力的板油 往返奔赴几十里 因此 在工作面上吃中餐 那是不可能的 只能收工以后再吃 吃完烧饼 便来到了摇衣房 一阵噼里啪啦的开铁柜的声音之后 我们动作迅速的宽衣解带 赤条条 脱得像是老板的黑头火柴 身体是肉色的 脑壳却是乌黑的 拿着毛巾 肥皂 洗衣膏 拖鞋进了澡堂 一看到水池 我的心顿时就凉了 澡堂里边有两个池子 水都黑的 跟炭素墨锁似的 其中一个 甚至还漂浮着一堆黑色的泡沫 燃其军告诉我 先到极脏的池子里边洗头遍 再到自脏的池子里边洗二遍 老师说 抡起大板销帮板的钱 我还没有咬牙下决心 而往这两个池子里边跨入的时候 我却差点把牙齿给咬碎了 何之瞅瞅其他人 包括值班员老胡 都是喜滋滋的站在脏水池子里边 用洗衣膏 洗头洗脸 阿金还挺兴奋呢 哟 哎 这收工早了 就是好啊 今天的水还是温的呢 我跨入水池的时候 的确 水是温的 就像阿金所说的 这已经很不错了 摇一房各大队的澡堂 每个班只供一次热水 而我们二十三队 由于工作面远 几乎呢 每次都是二十四 二十五两个中队的犯人洗完澡以后 甚至是回到监区以后 我们才姗姗来迟 那时候 水不仅已经成了墨水 也早就成了凉水 但是 你不洗又不行 只能将就着洗 因此 今天能赶上温和的墨水 还真要谢天谢地了 一旁的阮七军 忽然冒出了一句文邹邹的话 人啊 感恩之心 英勇存哪 这书上才有的话 唬了我一跳 盲表示愿闻其详 洗耳恭听 阮七军说 现在我们姚姗房就挨着澡堂 比以前强多了 他听老犯人说呀 以前的摇衣房和澡堂呢 有两三百米 犯人收工脱了摇衣后呢 要光着屁股过去洗澡 洗完之后 再赤条条地跑回来穿衣服 羞耻感倒是不存在 大家都是男人 谁没有跨间乱晃的家具呢 可是 在滴水成冰的寒冬腊院里边 收了工 赤条条地跑来跑去 身上 头上 难免都会挂着不少的水珠 两边一进门 老早的就冻成冰珠了 于是 犯人们便一边跑一边闹 用十毛巾冷不防地抽打彼此 那已经冻得如同合到一般大小的卵蛋 哈哈大笑着嬉笑追逐 以此来语寒 这黑色幽默 确实是让我苦笑不迭呀 我站起身 踩在水池里 发现水并不深 只淹没了我一半的大腿 咦 脚底下好像有什么东西 我俯下身 摸了摸池底 哼 原来是前面的犯人洗锅之后 沉淀下来的梅渣 这个意境倒积极吻合徐志摩的时 我们赤条条的走 正如我们赤条条的来 我们离开澡堂 留下一池的梅渣 洗澡的时候呢 碰到梅渣还算是正常的 可恨的是 后来我在池子里边还遇见过屎 那造势者呢 还人模狗样的仿效送江 提了梅渣 用梅渣在墙上付试一手 诗曰 手举令牌 翘臀雨台 三声炮响 猛将出来 但是 凡是遇到这种倒霉的时候 我们只能无奈的用水盆把屎给掏出去 谁让我们工作面最远呢 收工最晚呢 而老胡每次都被气得破口大骂 说 他哪天要是第一队收工的话 每个人都得往水池里边拉上一泡屎 两个池子都有拉 操了 谁不会拉屎啊 回到中队以后呢 我放下水壶来到操场上溜达 这是一天之中难得的休闲的时光 有些爱干净的犯人呢 则端来一盘清水 用香皂仔细地搓着手和脸 仔细地清除皮肤褶皱里 以及指甲缝里边腹育顽抗的煤血 而这时 夜班的生产组起床了 他们也在操场边洗素闲聊着 我的师父 染其军 是一个藏不知化的实在人 开始第N次地宣讲他的大学生徒弟 如何的有质量 如何的主动请鹰干活 还见不如飞 头一次下坑 就自己爬上了一千五百多街的台阶 由于宣讲的次数太过频繁了 他有足够的时间调整想象力 新的版本涌现了不少可歌可替的四字藏语 我有自知之明 连忙的面红耳赤的褪壁三舍 就当我那可爱的师父 春虚的是别人 开饭了 做完饭前祷告 我干净利索的干掉了两个大碗的闽歌的 我怀疑世界上是否真的有厌食证 谁要是没有食欲 掌声欢迎你到八四五 副相来把防 饭后休息了一会儿 就该上课了 今天晚上上的是文化课 要到教学楼里边去上 中队的学习委员刘大荣高看了我一眼 客客气气的告诉我 小红啊 操他妈的 不管到哪儿 这里边都得学习啊 都得跟得上课 这个是程序 我给你报了一个除三啊 你跟着混了两个月 肯定就毕业 以后呢 就不用再上文化课了 柳大荣说的程序是指监狱对犯人开展文化教育 所有的犯人下队之后呢 都要在各个中队的学习委员按起文化水平报班学习 文化课分为扫盲班 小学班 初中班三个级别 课程呢 只有语文和数学 我曾经是大学生 可是到这儿不管用 就像很多中国的文凭在美国都不算一样 你在社会上受到的教育程度再高 进了监狱 你必须得得到大拿的承认 杀猪杀屁眼 各有各的规矩 哪怕你是博士 如果学习委员不买你的账的话 硬把你分到了扫盲班 你也得老老实实的去读 啊 我 饿 今天晚上来上课的犯人不少 有点闹哄哄的 柳大荣吆喝了一声 啊 注意护监组 注意课堂距离 谁要是不老实 啊 让教育科扣了咱们中队的分 打不死你个狗日的 数学课的老师是二哥的 是刑满释放后呢 自愿留在矿队就业的人 他姓高 流矿就业已经十年了 在外面找了一个媳妇 生了一个娃娃 小日子过得也不赖 高老师呢 有点谢顶 是个中年男子 是老三届的高中毕业生 服刑的时候就在教育科上数学课 刑满之后 流矿从操就业 自然是轻车熟路 阴矿营所有的老师之中 能教初中数学的只有两三个 高老师呢 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他对待犯人很和气 也许是他扪心自问过 以前也曾经是我们中间的一员 尽管现在是自有身吧 不过毕竟他没有穿制服 不愿意或者是没有资格跟我们摆架子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柳大荣向高老师隆重介绍了我 后者连声说 哎 知道 知道 前阵子我听说过他 说吧 便拉起我皮肤褶皱里 全是霉血的脏手 热情的摇晃着 小猴啊 以后我们共同学习 共同学习啊 此后呢 高老师每次上数学课 讲到几何证明之类的题目的时候 总是笑着问我一句 小猴啊 这样解题对吧 每当这个时候总会引得众人侧目 我呢 也只能尴尬地苦笑 后来我明白了 与其说是高老师抬举我 倒不如说他作为一个热爱科学 敬仰知识的老三级的高中毕业生 对于大学沾边的犯人 多少都有点好感 下课的时候已经九点多了 众人呢 无不是哈气连天的 这和我之前提到的 师范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在八四五向道 汗流浃背的靶帮 不仅是治疗厌食症的最佳办法 治疗失眠 同样是同手无期 立竿见影的 于是 各班呢 按照临时的护监组 回到监室睡觉了 护监组的制度真是无孔不入的可爱 弄得我出一直出 一个人在街上走的时候 总是隐隐约约的有点不自在 很想找一个人互相监督一下 而我的把帮处女日 也就此在此起彼伏的憨声之中 完美的谢幕了 每天的关键词都是一样 昏昏欲睡的早晨 饭前祷告 美味儿却只能勉强吃饱的搬前餐 三大件 脏摇衣 大铁销 出宫八公里 小跑 一线五百节台阶 有炸出炸 没炸打眼放炮 在弥漫的炮烟中摸索前行 和死神赛跑 拼命的把帮 出扎 装斗 扛着沉重的木柱子 往前送 隔几个班 垒一次墙 发一次宣 收工八里路 快步 凉凉的炭素墨水枣 芝麻烧饼 命割的 皮肤褶皱和指甲缝里的眉渣 黑眼圈 脏床单 政治课 技术课 文化课 疲惫 饥饿 严重的 缺乏睡眠 日复一日的 我在简单和麻木之中 在沉沦之中 重复着 而这些不甘回首的关键词 已经烙印在我的记忆深处 钻刻在我青春的年轮之上 只是 我 实在是太累了 这天收工之后 蹒跚在上坑的黑暗之中 路上 没有一个人坑声 我浑身 像是散了架子似的 身体麻木的同时 欲望 也麻木了 我没有 瘫倒在 漫长的一千五百街的台阶前 却再次的 瘫倒在 坑口的空地上了 连班中餐的 那两个香喷喷的芝麻烧饼 都吃不动了 胳膊也抬不起来 师傅阮君 再次拿住我的烧饼 祥林嫂一般的 喃喃自语 哎呀 他连芝麻烧饼都不想吃了 他连烧饼都不想吃了 尽管 与头帮 二帮 出大力的骨干们比起来 我受的这些苦 并不算是最重的 可是 对我而言 这呀 已经是超负荷的强度了 因为 我不能和正常人相比 绝大多数 身体健康的犯人 只是意识 暂时的被冻结了 他们经过两个月 甚至是三个月的超强体力劳动之后呢 身体的各方面的机能会逐步的适应 不仅立即进长 饭量进长 而且 也确实如老贩们所言 吃饱了 睡一觉 第二天起来 浑身又都是劲 可是呢 我却不行 我貌似高大强壮 实则呢 外强中肝 因为 我有病 而且是相对比较严重的 而且还是很麻烦的 肝病 我的要求不高 活到六十岁 我就心满意足了 话说回来 人吃五骨杂粮 哪能没有点毛病呢 过去 我的老家 是癌症高发区 特别是食道癌 俗称 吃不得病 听我爷爷说 以前 有少数的赤贫家庭 老人如果不幸得了这种病 只要挨过六十岁 自己呢 就会主动提出来 让家里人 去事先选好的坟地 挖上一个坑 上面呢 简单的 搭一个茅草棚 老人就窝住在坑里边 住在薄膝之上 和旁边同样等死的老太太 老头乐呵呵的 谈天说地 视死如亏 家里人呢 会隔个两三天 送一次饭 老人如果厌气了 则是就地办丧事 哭天抢地 吹拉弹唱 俗称白喜事 凡事要善于比较 有些极端的事情 更要善于阿Q 和可怕的 吃不得病比起来 我的肝病 简直 那就是减了一个天大的便宜 起码不用挖坑等死吗 下坑不到几天 我就练就了一项绝技 哪怕是只有两分钟 都可以闭着眼睛瞇一会儿 尤其是回到监视以后 只要坐到小板凳上 靠着墙 我甚至可以呼呼大睡 当然了 不光我一个人 可以随时随地的梦会周公 有时候睡得正爽 脑壳猛瘦一下 便就醒了 往往发现旁边有不少出大力的犯人 都像我一样靠着墙 憨睡呢 而少数没有打瞌睡的人 也都很自觉的敲声说着话 不过 再怎么累 再想睡 一旦下坑开始干了活 我总是有多大劲 便使多大劲 从不偷奸耍滑 从不出功不出力 这呢 要得益于老范经常对我的教导 说我们赶上好时候了 现在的心犯人 下坑把帮 是从后面一步一步往前上 先把四帮 五帮 随着身体适应了 逐步的把三帮 最后才到把二帮头绑 而在过去嘛 心犯人头一天下坑 啥也别说 值班员直接劈头盖脸的 扔给你一个大板销 直接的 那就是最苦最累的二帮 看不动 男不怕累 是女不怕戳呀 多打几棍 多踹几脚 没有干不动的活 老范人总是喜欢现身说法 说以前 他们第一天下来 只有一个姿势 啊 轮大铁锹 往身后 出石炸 一干 那就是好几年 而现在干活 干不动了 就可以悄悄的直起腰 歇息一会儿 这要是在以前 想都不要想 三大员的手里边 勾木板 专等着招呼 偷钱耍滑的板油 你刚直起腰 哭 啪 说是迟那是快 勾木板瞬间杀到 劈头盖帘 太山压顶 因为以前抓生产 或者说是重生产 而轻教育 为了生产任务 而打板油 干部一般都不管 如果你身为板油 还不识相 在坑下挨了打 回到中队 还敢去点炮 那么干部 不仅不会为你做主 相反 还有可能的 会伤你一口千年的老坛 呸 啊 族里那么多人干活 为什么三大员不打别人 光打你 肯定是你出功不出力 下坑的第二天 我就给爸爸写了一封信 我无时无刻的不再祈祷 爸爸能够快点过来看看我 我期盼着他能够尽快的脱关系 把我调到地面去 而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 这种希望看起来是越来越渺茫了 就在我打算死心塌地的把轮铁锹进行到底的时候 上帝突然之间慈悲的眨了一下眼睛 下坑把邦一个多月之后 直辈尔老胡忽然大发慈悲 时不时的会安排我到外边和一个叫小四川的犯人一起推斗 老话说的好啊 挑百斤蛋不如翘千斤石 尽管推斗也是一个很累人的利己活 可是几乎和没有喘息的把邦比起来 相对还是要轻松很多的 我不敢肯定 这份恩赐是中队干部的意思还是什么 但是有一点却是毫无疑问的 这绝对不是因为我们族里的哪位大拿看中了我 想把我恩宠为他的瓜蛋 原因很简单 就凭我这五大三粗面目猙獰的死样 谁能看得上啊 退一万步说 真要是哪位大拿瞎了眼看上了我 到时候谁下谁的瓜还说不定呢 看来长相困难在耗子里边还是有好处的 起码可以保证自己的屁眼那是无害的 我顾不得多想 为什么天上会突然掉下馅饼 我只能抓紧时间享受眼前的一切 能轻松一般是一般 最起码 推斗呢 可以离工作面远一点 能够少吃不少的梅灰 和我一起搭把的小四川尽管身材小巧玲珑 有些疑似瓜蛋 可是长相却不敢恭维 面皮粗糙度和我有的一拼 他被安排到外面推斗 一开始原因不详 后来他向我解释 他是因为在二邦这个最艰苦的岗位上 埋头苦干了两年多 这才一唱雄鸡天下白 从工作面上抽调出来 和靶帮一样 推斗呢 也没有多少的技术含量 机车头顶尽所需的空斗后呢 我和小四川会把卷阳机的钢丝绳 套在空斗的前的鼻环上 一次放下两个空斗进入副箱 装满的石渣便会拉出来 我们抓紧时间 把这些满斗一个个推到前面 斗太多了 不能让他们堵住轨道 使得后面满斗放不下来 尽管巷道里的轨道基本上是水平的 可是要推着一个装满石渣的斗前行 也是一件苦差事 而且小四川主要负责往副箱里放空斗 外面装满的满斗的活一般都是我一个人在干 满斗实在是太重了 静止放在轨道上的时候 我就是把憋屎的劲拿出来 也是推不动的 只有等小四川过来帮忙 帮我起步 两个人合推满斗后呢 他转身去放空斗了 我呢 得借着惯性往前推 在推斗的岁月里 我挨过安全老贺以及重拳 这是我下坑期间唯一的一次挨打 也是我在英矿营劳改生涯里的唯一的一次挨打 听众朋友们 欲罢第47集播讲完毕 欲知详情 请听欲罢 下一集